大家好 欢迎来到了Bella厨房 我是Amanda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盐水鸭 传统的盐水鸭做法步骤很多 着实麻烦 我今天的方法比较适合于家庭 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口感味道也不错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盐水鸭吧 这个鸭子我是在Who Foods买的 相对来讲它没有那么肥 没有那么大肢 这鸭子呢它标的是说有5.8几磅吧 但是你看它肚子里面 有这些内脏有脖子 还有很多水 所以它实际上它没有那么重 所以到时候我做的时候这个配方盐的比例我都按5磅算来做 这个鸭脖子里面有一些线体 就是这个样子 要把它撕掉 这个我蛮不想吃到肚子里面去的 然后这个鸭子屁股 我要把它剪掉 这个鸭子放在水槽里面让它控一下水 下面我们来炒腌鸭子的花椒盐 我用的是粉色的喜马拉雅盐 任何的食盐含盐都可以 我用的是磨好的花椒粉 我觉得这样更入味 你也可以用整的花椒 然后我们开小火 轻轻地翻炒 炒到这个样子 盐很烫了 然后你已经很容易就闻到那个花椒的香味了 然后有一点冒烟了 这样就好了 就可以关火了 大家看一下 近镜头 我这个虽然是粉色的盐呢 但是炒过之后 颜色已经很明显的有点 变 浅棕色 如果是白色的盐的话 颜色就肯定更明显了 现在我们把炒好的盐放到边上 等它凉了 我们就可以给鸭子做抹擦机了 现在花椒盐已经凉了 我们要给鸭子做全身的抹擦机了 抓一大把盐 在这个鸭子的身上 这样揉 注意这个搁置窝也要抹到 翻个身 接着揉 抹 这种肉厚的地方 往腿和这个 鸭胸的地方 要特别 多用点劲 多揉两下 身体都抹上盐了之后 我们要把盐抹到这个 鸭子的肤腔里面 均匀的给它抹上厚厚的一层 让它充分的入味 现在 我们要把鸭胸这一面 翻过来 在下面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这些盐最后都要变成盐水 在下面因为鸭胸和鸭腿这个部分比较厚 比较难 这个入味 所以呢 它在下面这个盐就充分的浸泡着这个鸭胸的肉 就帮助入味 给这个研磨好鸭子腌上了 就用保鲜膜 把这个 鸭子给盖起来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至少要over night 我打算让它腌制24小时 因为这只鸭子比较大 毕竟它有5磅 这是腌制了24个小时鸭子 出了很多水 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鸭子的血水都倒掉 然后清洗一下 这些是煮鸭子的香料 待会儿煮鸭子的时候 我会一一介绍 洗洗鸭子的目的 是为了在鸭子煮好之后 这个鸭子的颜色更漂亮 我用的是花椒面 所以呢 这个鸭子表面就有一点 有黑乎乎的 花椒的颜色 洗好的鸭子放到一个大锅里面 接上一大锅水 要这个水要磨过鸭子 冷水下锅 现在我们加入料酒 然后这里有八角 桂皮 小茴香 和丁香 我放到一个这个专门 放这种spice的这种 小网兜里面 红葱头一个 香叶 然后就是拍破的老姜 最后我们还要加一些盐 到这个汤里面 加上盖子 大火 把鸭子煮开 水开了 就把这个火要调小了 煮鸭子这个水的 温度要维持在什么状态呢 我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是这种微微的冒小泡泡 这看到了吗 这是介于开与不开之间 煮鸭子还有一个要点 我要分享一下 就是 鸭胸那一面 要朝下 因为那面的肉比较厚 不容易熟 接下来我们盖上盖子 小火焖煮半个小时 30分钟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鸭子 用 筷子插一下这个肉厚的地方 看有没有血水流出来 还有血水流出来 就是还没有好 所以我们还要再煮一下 今天这只鸭子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可能再煮15分钟吧 我又多煮了20分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鸭子 还会不会出血水 现在没有出血水了 你看我插这个位置 然后再试一下鸭胸这里 先从这里也没有出血水了 好 这个鸭子已经煮好了 鸭子煮好了 我要把鸭子捞出来 用两根 我发现用两根这种比较长的筷子捞 是最方便的 用那些夹子什么 都很容易把鸭外面的皮给弄破了 这样就不漂亮了 这锅煮鸭子的汤 我会留下来 夹到我的牢炉里面 鸭子捞起来不烫了 就可以用保鲜膜 盖上 放到冰箱里面凉透了 放到冰箱里面凉透了 这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凉透的鸭子 这个皮已经回缩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来斩键 先把鸭子 泼成两半 这个鸭子从中间抛开 这个鸭子从中间抛开 这里有个小trick 这个鸭子中间的脊柱这里 我们不要硬的从中间脊柱抛开 再脊柱旁边这里 看一下 这个骨头比较小一点 就是鸭子的肋骨 然后这样比较容易切开 现在 鸭子就分成两半了 然后呢 把这个鸭翅膀给先卸下来 这个鸭翅膀也是要找到那个 鸭翅膀中间 它的那个关节的地方 不要硬砍 然后把鸭腿卸下来 同样的原理 我们也需要找到这个鸭腿的关节的地方 硬砍骨头是砍不动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鸭子的身体然后 把它斩成一段一段的 斩这个身体的时候的原理就是这个肉 我们先把它切进去一刀 然后这样 一刀下去 这个就切开了 在家里我们也没有那个 像鲁味店啊 烧腊店那些师傅那技术 就啪啪啪啪啪啪 挤刀下去就 斩得很均匀 鸭子长好 装好盘 这是半只鸭 我们现在夹起来看一下 特写 这肉质看起来蛮嫩的 还泛着油光 感觉挺juicy的 开瓶小酒 这是上好的下酒菜呀 谢谢观看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观看